做直播也不一定只是賣東西 每天上線跟粉絲聊天 各出其謀留住粉絲的心 哄他們送禮 一樣都可以賺到盆滿半滿 這個直播程式 幾年前曾經有一段時間 在香港也很流行 原本從事文職的Shila 2017年跟這個APP的台灣總公司簽約 成為全職主播 至今短短三年半 已經累積到64萬粉絲 算是相當不錯 歡迎大家來到孫娜智寶 家園問大家 記得送花季寶寶 我現在第二名 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想過 是用來做職業的 就像平時的社交平台鋪上 或者去擺片 其實都不會有什麼錢收入 開始的時候 心態就是想著 可以儲多些粉絲 或者可以認識更多人 增加一下自己的曝光 我覺得現在不夠厚 我最少都會開四個小時 如果好像昨晚 我差不多開了八個小時Live 然後回到家吃完飯 我就立即洗澡再化妝 然後就開播 還有每天都好像不直播過 就不安樂 越來越多有人加入直播行業 無論什麼時候按進直播APP 都總有人在做直播 Shila可以突圍 因為她專攻動漫話題 比較少有 因為我自己本身 從小到大都喜歡看漫畫 看不同類型的動畫 又喜歡打機 所以其實都比較吃香 因為很多男生的興趣都是這些 就會跟她們一起打遊戲 可能協力打一隻遊戲 玩PAD 好 玩PAD 我現在開場你們進來 又要靠你了 嘩 這麼大 姐姐 嘩 姐姐 直播風氣在台灣和大陸都很盛行 兩岸都有不少直播平台 他們當紅的直播主 收入都很豐厚 而直播所收到的禮物 其實是粉絲用真金白銀 買來的點數換取的 其實做直播主 其實收入是很參差的 他們送禮物 我們才可以抽成 很少會有固定的底薪 在台灣的TOP ONE 每個月都收到幾百萬港幣的分成 很講運氣 可能有些主播是 旺丁不旺才的 有些人很幸運 可能他只有幾個觀眾 但可能他的觀眾很有錢 每個月都會花幾十萬去支持他 謝謝 謝謝Mike 謝謝龍哥 謝謝 經營方法 因為我都是靠勤力 每天固定時間 一定是11點開到凌晨 看我的觀眾 九成都是男生 每個月一定是工資 送給我的 所以我的收入都頗固定 最多收入的時候 我都會有六位數 很難 直播主有越多粉絲 開播時數越多 薪金分成比例都越多 所以Chila很勤力 訪問那天 她就馬上開了一場直播 不夠一個小時 已經收到幾千元禮物了 其實算多還是少 還是很閒 這個就是平常平常 如果在下午來說 算是多的 因為平常晚上我播兩三個小時 才大概這個數 姐姐 嘩 姐姐二等兵主播 姐姐 你在睡院 看我的課金這麼厲害 其實直播的淺嫌二盞 見仁見智 因為其實我就是 全年無憂 因為一來我都怕觀眾會流失 因為我見過很多主播 就是台灣的 可能她去一個旅行 去兩個星期 沒有開播 回到來是離開了所有觀眾 心理心理都很大的壓力 因為她開播的時間要很長 我之前見到她 是很多病出來了 喉嚨渣得很厲害 眼睛又經常看著 一些很光的螢幕 眼睛又弱了很多 壓力大 濕疹又會出得很厲害 她身體差了很多 下午好 是不是很少叫下午開播 姐姐Sina的老公 感謝 累積八千元才可以改名 改一次 她們可能都會改名 是Sina的老公 Sina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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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各大小的事情 都會幫我做 例如 最貴的是 沖一個寫真集 加起來 送了四十幾五十萬 這次是第五次 下個月就是第六次 因為下個月也贏了一個活動 每個人打開這個APP 就會看到你的封面 這個活動我用了二百多萬 五萬多元 你要很勤力 粉絲也要課金很勤力 是的 你好 冰冰 冰冰兒 姐姐 謝謝粉絲 謝謝 謝謝 每天都會有禮物 因為我們每天開Live 其實都用了很多時間 心機 所以其實都配揚她們 每天都會送禮物 在直播平台 每個人都是競爭對手 想成功 先決條件 就是有一班有才力的粉絲 每個直播主 都會出盡發佈 留住粉絲的心 其實在直播界裡 都很多歐心動革 和多時非 可能有一個主播 她經常進來 送禮物給你 又經常進來和你聊天 可能她就是想認識你 某一個金主 因為你開了台 其實很被動 你要等觀眾進來和你聊天 或者等觀眾進來 你才可以叫她送禮物 如果你自己不主動出擊 去到處聊天 其實很難做 如果想看好換衣服 不是看好換衣服的過程 看好換衣服的成果 你就打加一 彈球354票 美女團網343票 這麼誇張 怎麼突然 平台裡每天 開播 可能同時開播的人 都會有幾百個 甚至乎是千幾個 一進到直播間 可能很沉悶的 穿了瓶領 黑色衣服 頭又不梳 樣子又沒有特別 你說的話題 又不是很特別的話 可能觀眾一秒就會滑走 你要留住多些觀眾 或者吸引多些新觀眾 其實都需要在造型上 花點心思 每天我都會花多些時間去打扮 每個月都會買五至六套 加起來都會有百多二百套 不過 Trap都這麼性感 過不過到家人和男朋友過關 玩直播期間 這三年多 其實都是單身的 如果我真的拍拖 我相信 其實粉絲都會流實 始終有些人 都會對你 會有幻想的 今年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見到老婆 真人呢 今天剛才 但是 剛剛開始 玩直播的時候 其實當時 就有同一個男生 就差不多開始發展中 他就很生氣 很生氣我玩直播 即是玩換衣服 那個男生看到 就馬上發了很多訊息 就罵我 直播換衣服 有沒有廉恥 還是沒有廚房 可能可以 媽媽 其實她對直播這件事 她都開始慢慢熟 因為她現在開始看 一些購物平台的直播 都會介意我穿得性感去開直播 她見慣了 其實就沒什麼 有什麼事 粉絲密密課金 Shila都會想盡辦法回饋對方 疫情之前 她會定期搞粉絲聚會 又會做些小禮物送給她們 變幻卡 這個就好像在疼你 一個月 可能課舊一個數 可能一兩千便 這樣就會有 另外有一些人形的納牌 做直播主 打算應該EQ要夠高 脾氣又要好才行 不過Shila說不是 我試過可能我的狗 小狗病了 可能未必能熬得到今晚 有些觀眾 他們覺得這件很閒的事 可能他們就說不要緊 還沒買過一隻 火都來了 然後又試過罵他們 我拍檯罵他們 那一刻都有點心 我心想說 他每個月月供 都幾千元給我 但我又罵人好像很壞 但我有時又覺得 我真的不能夠違背自己 去迎合他們不同的話題 又試過 開直播哭 其實我爸爸 前年就走了 我又是 一去完喪禮 其實回到家 有些時間 我都開直播 告訴他們 有些主播 就覺得要把歡樂 帶給觀眾 我自己 就把自己的喜怒哀樂 都帶給觀眾 因為我是一個真人 展示一個直播 陪著我笑 陪著我哭 陪著我生氣 所以覺得更加跟我 是很真實的聯繫 直播除了帶給Shilia 可觀的收入 還有很多她未想過的體驗 有些不同的大型的拍攝 在台灣的一些電視台我都播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香港 就算一個模特兒 或者一個演員 其實都很難拍到台灣的廣告 你一個亞洲的女生 就算是明星 都未必有這些機會 做直播主都是表面風光 但Shila說 其實這個世界很現實 沒有永遠的粉絲 她很明白花毛白日紅這個道理 其實我每個月就飛兩次台灣 一年都去二十多次 疫情之後都不能飛 那邊的觀眾就少了進來看 而且都少了送禮物 其實不一定每天都會有這麼多人 去支持你或者送這麼多禮物給你 所以其實我的心態就是 做得一天都一天 每一天都當自己 可能是最後機會 這樣